對 就剛剛那個拉舌頭那個地方嘛 因為他去跟人家募款嘛 欺騙人家嘛 所以大概可以想得出來他會受到什麼樣的刑罰 他講人道義的 或人家講說佛法就是要取得人家的貢猿 雖然他講的佛法 是正確的 但是他的心是錯的 對 不是真的希望人家向上 而是要騙取人家的貢猿 嗯 對啊 真的是蠻可惡的 因為很多人會因為這樣子而就質疑佛道耶 因為人的做錯而質疑佛道 所以這是很過分的 對啊 現在激光禪師也說 人世間會有那麼多人 懷疑佛法 就是因為這些人啊 就是因為這些人 對啊 所以那真的是太可惡了啊 激光師譜說叫你一定要認真努力的修行 哇 對 好 是 他說會在公裡面看著你褲子 在這邊是嗎 對 在這個堂裡面就對 有啦 謝謝啦 師父都很照顧我 謝謝 現在到另外一個地方 好我們又到哪裡了 你是在地獄嗎 對 好我們現在又到哪個地獄了 整個地方都結冰 冰山地獄 叫冰山地獄啊 嗯 叫冰山地獄啊 嗯 好 那你看到什麼 很多人就 像被冰塊 接著 然後 貼在那個 被貼著 被貼著 好像被冷凍起來這樣 對 好 那一個果塞過來 又向他吹氣 又恢復了 他又恢復了 他又恢復了 然後再繼續把他貼 還有一腳 又吹他 嗯 只要他倒的地方 碰到地方 就馬上他整個結冰 然後身體裂掉 身體是裂掉的 血肉全部都裂掉 哦 骨頭也裂開喔 對 只要被冰 碰觸到 就先結冰 然後身體裂開 血肉都看到 嗯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一下冷一下熱 對 現在在冰山了嘛 所以你現在應該是熱的 就不是剛剛冷的 前面 感覺會熱 但是背後就很冷 嗯 嗯 嗯 好那犯了什麼罪要來這邊 不孝父母 也是不孝父母 嗯 所以這樣聽起來 不孝父母有很多刑罰都要做 割舌啦 尖山啦 然後冰山 這邊也都要瘦 所以 所以 不孝父母 嗯 每個地獄都有他的份 都要去瘦就對了 對 好 更不要講那些殺害父母的更不要講 殺害父母應該是進無間地獄了吧 對 前面這些刑罰刑完之後還要再進無間地獄嗎 對 嗯 好 不孝父母還有呢 殘殺眾生 殘殺眾生 那些殘殺眾生就是屬於那種欺負小動物之類的 對 或者是 昆蟲也算是嗎 昆蟲也算是 昆蟲也算是 然後看到動物不知憐憫用腳去踩死牠 王捕鳥類 如果說王捕鳥類 這個鳥類補下來自己養 然後也會短命 補下來自己養算短命 是不是 善待牠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因為要滿足自己的口腹之餘而去養牠 那如果說我問一個好 如果說牠是抓下來 然後就是為牠讓牠那個傳眾接待 然後就是生蛋然後生小鳥 然後牠拿這個小鳥去賣呢 這樣也要來冰山嗎 這樣會有短命報 短命報 對 這樣是短命報 那這個短命報是縣市還是來市 縣市來市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還是不要齁 如果牠今生這個人 不報不過的話就會在今生受報 就是就變短命了 如果牠受到這樣的罪業 今生沒受到是因為牠福氣 還有 太多 所以會流到男生在報 哦 所以地藏經有說嘛 亡捕身處者嘛 所以還是不可以做這樣的新事情 還有什麼罪業呢 會在冰山地獄 然後用水溺斃縱身 用水溺斃縱身 就是故意讓那個動物昆蟲之類的淹水 淹死掉就對了 那有時候可能因為 可能還沒有修到之前 可能會對一些 比如說 螞蟻啦 蟑螂啦 蟑螂啦 這些昆蟲 可能去做一些 那這樣也算嗎 然後 激功誠說 這些人 想不聽 勸不聽 就是因為連結以來 所結的業障太重 所以 使得這些人 不信因果 會不斷的一直造業 然後再讓自己 不斷的受罪 你是說這些昆蟲 人 就是這些造業的人 就是這些造業的人 這些造業的人 因為 不信因果 嗯 然後不信因果的餘因 是因為他們 累結太重了 太重了 所以使得他們 對因果 不相信 對 然後讓自己不斷的造業 然後死後 或是再生 就讓自己 不斷的一直受罪 哦 了解了解 嗯 那我剛剛請示的那個問題啊 就是螞蟻啊 蟑螂啊 蟑螂啊 這些呢 吉隆禪師說 這些 也都是累結 可能是你的 親戚朋友 父母 兄弟姊妹 來投胎我出生到 因為造了某種的業障 所以使得他們 精神 性行為螞蟻或是髒蟻 嗯 所以你殺他們 有可能是殺 臨時的父母 或是兄弟姊妹 哦 可是還沒修到之前不懂啊 不是小孩子更不懂 那我想知道說 這樣有罪業嗎 罪業還是有 還是有 對 只是我本事的人情 你怎麼說 這裡是我的 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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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你問他在這邊 那這樣是不是 嗯 就是不管你 你在四福報如何 你 你做的這些事情 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你往生之後 還是要到這些地方來受刑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你可能殺了這些螞蟻 或殺了這些蟑螂 你往生之後 你還是要來受刑 基工禪師說 即使你已經很病重 躺在床上 即將臨終 但是如果人誠心的 稱念佛符號的名號 你所造的業障 還是有可能會消除 哦 就不一定會來受刑 就對了 除非說你沒有那個懺悔心 或者說你的心 就是不對的 一直到臨終 基工禪師再次的強調說 真心的懺悔 有無量的功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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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祈 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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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冰山地獄還有什麼要指示的嗎 聖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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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聖聖 聖聖 聖聖 現在到另外另外一個 ат crimin 看到很多黑色的繩子 黑色的繩子 那這是什麼盃 很多罪人的頸部,然後惹緊,然後使頭斷掉 然後是 殘住罪人的肚子,然後使身體分裂 那這個又是什麼罪會來到這邊 基工禪師說,此獄叫做黑神地獄 黑神地獄,肢節地獄分離地獄,跟蛇地獄 都在地上寫到 他說這只是在五百地獄其中的一個小地獄而已 諸小地獄有一十八所,次有五百,對 苦獨無量,次有千百,義無量苦 蜘蛛之獄